马上关注的是黑洞照片的发布的更多的消息 那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 刘洋 好的 一平 我们看到 10号晚间黑洞照片对外发布 人类首次通过图像直观地看到黑洞 这一观测成果瞬间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 首先是美国媒体国家公共电台 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巨大天体起源 照片上的黑洞仿佛一个若隐若现的火球 图像的中心是圆形的阴影 周围散布着橘黄色的光运 这个引力强大的宇宙真空扭曲了周围的时空 可以把一切都吸走 观察结果揭开了宇宙的一个奥秘 将有助于人类进一步理解星系中心巨大天体的起源 研究小组还将对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进行成像 我们应该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感到骄傲 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卫报 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 我们看到天文学家捕获了第一个黑洞的图像 预示着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物质有了新的理解 捕获图像的望远镜是由八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一个网络 分布在多个高海拔地区 黑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被科学家描绘为宇宙的陷阱 光和物质都无法逃脱的陷阱 这次观测成像证实了黑洞的存在 不过这只是研究的第一步 科学家们还将继续研究黑洞不可思议的内部空间 再来看英国BBC 开启黑洞探索之创 二百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将连网望远镜对准了梅西耶87星系 首次拍摄到了位于遥远星系当中的黑洞图像 它位于五千万光年之外 直径为四百亿公里 约为地球的三百万倍 没有任何一个望远镜 有足够的能力单独对这个黑洞来呈向 这次观测成果凸显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技术上的突破以及算法的创新 还有各国射电天文台之间的通力合作 为观测黑洞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最后来看法新社 为更多的发现来奠定基础 这次观测发现 如同引力波的发现一样重要 这是迄今为止 黑洞存在的最有力证明 意义非常甚远 黑洞不可能被直接观测到 也不可能被拍摄到 而天文学家观察黑洞周围的明亮物质 聚集的光环以捕捉黑洞阴影 这道阴影揭示了黑洞的许多性质 一旦确定已经拍到了影子 就可以将观测结果与扭曲的空间 还有过热物质 以及强磁场等计算机模型 进行比较 观测成果为更多的发现 奠定了基础 好 这部分焦点是这样发时间 再次交换给一瓶